反正就是把這兩個按鈕做出來 按下它執行 然後清除就完成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你就再切到開發人員裡面的Visio Basic 因為我們剛剛的程式就兩段嘛 這個一個 這兩個嘛 然後如果我希望呢做編輯的 那你可以直接從這邊按編輯也可以啦 它會跳過來 或者是說呢你直接 可以直接再開Visio Basic也可以啦 反正就兩段嘛 所以它最後的話呢基本上 錄製聚集能夠產生什麼東西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先幫你產生一個模組 所以你程式放哪裡就Module 1裡面 然後呢 一個sub就是 一個sub就是一段程式 所以呢我們錄了兩段聚集 其實指的就是兩個sub OK兩個sub 有沒有一個sub叫黑名單篩選 一個sub叫黑名單清除 OK 那程式的話就在下方 這個就是我們程式 那這個的話就清楚的程式 所以理論上喔 我的處理方式是這樣啊 我會把這個vba 先縮小一點點 把它浮動在上面 第二的話因為姿態小了啦 所以我看起來真的蠻吃力的 所以這邊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上面的這個註解 單引號開頭的註解 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一般習慣會在上面 自己再重新加註解 比如說我的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游標 放在 應該要切換到查詢名單的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自己寫的話 你可以寫這樣 就是 切過去 有沒有 查詢名單嘛 叫序詞 點 施類成 第二的話呢 就是做什麼呢 我還記得吧 在切換之後 我把游標放在 b2 有沒有 所以如果寫 vba的話 是寫這樣 Range b2點 施類成 有沒有 所以其實如果你假設 每個每個啊 如果你 錄過之後 你都看懂 其實以後自己寫就好了 不用 他幫你錄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就是在目前的 Sale的儲存格 指的就是b2 點formula 就是公式 所以把公式丟進去 他用的是r1c1 就是相對坐標 但你可以改成不是相對坐標 機場按摩之前有講過 你直接可以改 不改也沒有關係 就輸入公式 第三輸入公式 Auto fill應該看得懂 自動向下填滿 填滿的範圍 OK 再來的話呢 就把 游標再放在b1 做什麼呢 做篩選 所以第四個 就游標放在b1 有沒有 b1就放這邊 Range b1點施類成 然後呢再來就是第五個就是篩選 有沒有 所以 按一下篩選之後 那篩選條件的話呢 就是 有沒有這個是Field 就是地起欄 根據 A跟B 兩欄 所以它是第二欄 條件的話呢 就幫我把它找出1的部分 所以 這個叫Criteria 1 指的是第一個條件 把1的部分呢 幫我把它查出來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底下還有什麼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底下我要做什麼 Range A1.slage 不過這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再把 為什麼要特別 再把游標放 對 因為我要再選嘛 所以 在游標放這邊 向下填滿 所以就是要複製啦 所以 應該算是 筛選 然後再來 第六的話 就是 找到的把它選起來 所以 游標放A1之後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opy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它切過去 切到哪裡呢 切到查詢結果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的話就是PASS 有沒有 這樣就完 應該是在這邊 貼上應該是 先 把游標 所以先切過來之後 然後貼上 所以第八 就貼上 所以 一步一步 你就把 後面的中文 註解自己打啦 因為這個 每個人 習慣的 敘述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啦 OK 至於你要打什麼 你就用你自己看的那種的文字敘述 把它寫上去 那你可以寫 簡短一點 你也可以寫 複雜一點 都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給自己看 所以 最後的結果類似 長這樣子 有點類似像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二頁的 就這個 這邊到這邊 有沒有 然後我是 把它假設 我已經 通通都把它打上去了 有沒有看到 123 4 5 6 7 8 OK 類似像這樣的敘述方法 有沒有發現 剛剛如果呢 沒有加上註解 你看這個程式會看得很累 有沒有 可是你加了註解之後 你會發現 原來 我剛剛做的這些事情 基本上 都一目了然了 有沒有發現 而且呢 你會發現 突然間 你感覺好像已經 看得懂這個程式 到底在做什麼 有沒有 那慢慢累積久了以後 以後你慢慢自己 乾脆自己寫算 比如說你要怎麼切到 另外工作表 就用 去詞 有沒有 點slate 那你要游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用range 點slate 那輸入公司的話呢 就是哪個工作表 哪個儲存格裡面給公式 下下填滿這個都固定的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清除我就不贅述了 那清除的話其實 好像其實只要兩行 我發現這一行其實是可以 Application.copy mode 等於False 這一行其實可以把它砍掉了 其實就兩個動作嘛 我好像是選A欄 選A欄的話呢 就是 敘述的話呢 他就是什麼 column a.slate a到a 不過啦其實 這個敘述有點多說 一般習慣我會選 叫column a.slate 就是表示選A欄 OK 然後2的話按下比例程 所以2的話呢 就是選的那個範圍 叫selection 點clearcontents 就是把它清掉 其實就清楚 自己再把這個 這個註解把它打上去 就兩個按鈕 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錄製的結果 就是一個模組 然後裡面就會有兩個sup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那當然將來 你要把它 打開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 module1點兩下 這樣就打開了 OK 程式就在這邊 那並且 配合兩個按鈕 那我們就完成 所以最後把它執行 OK 清楚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 請各位最後呢 就把這個 練習題做完 不要忘記喔 最後要 另存新檔一下 為什麼 因為 預設的 存檔類型 它沒有啟用聚齊 所以如果你假設 直接存檔 它 就會把你剛剛的 聚齊 VBA 程式全部刪掉 所以這個很重要 因為之前同學 還是不斷有 同學 存錯檔案 結果 你做了半天 結果什麼都不見了 只看到兩個按鈕 再按下去 什麼事都沒辦法 OK 那表示你存錯檔 記得喔 啟用聚齊活躍部 然後把它儲存 那記得呢 就把這個作業絞交 就完成 今天的練習 還有啦 記得喔 千萬 不要 挑戰 老師的 專業啦 或者是說 不要 以為老師都不知道說 你們其實 在互相 Copy你的作業 給別人 特別最好 我前面也講過 如果 我不知道誰 到底借誰 所以如果你借給別人 你變成你們兩個 成績變成一半 除以二 本來 你們兩個 有九十分的 你是九十分 結果你借給別人 你就變成四十五分 那如果你再多借一個人的話 你再除以三 結果你們就變成 每個人 三個人都三十分 因為我不知道 到底誰借誰啦 我不可能把你們 叫過來問說 那為什麼你們三個人的 作業都一模一樣 而且每次都不一樣 OK 我也 不問啦 反正你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是要這樣做的話 那我就把你的成績 除以幾個人 會被你的作業成績很難看而已 OK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其實 盡量不要這樣做啦 因為說真的 我們是信任原則 反正每個每個 我都要檢查 我也花時間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你的期中報告 或者將來也許報告 千萬不要用AI 你直接吐字貼啦 因為 太明顯了 一看就知道你是用AI做出來 AI現在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他的口語跟你的口語 其實不一樣 除非你把它修改一下 改成我看不出來 不過你可能要滿花的 不如你自己寫好了 OK 畫面這又再進 再還給 大家 把今天的作業完成 今天的作業呢 就是 黑名單篩選 聚集錄製 最後再把那個 程式再加上註解 好